一個要去做的功課吧 這一棒打在右外野方向 很高 很遠 出去了 後不讓 周思琦 九月份的第三發 拳雷打是一發滿灌彈 棒球的運動 職業賽事它就是像一個馬拉松 你就是會有狀況好跟狀況不好的時候 那當然 前日狀況不是很理想 但最近揮棒的感覺都還不錯 所以狀況有回來 對啊 所以 實力還是存在嘛 只是說狀況好跟差而已 這一棒在右外野方下 看一下距離夠不夠沒有問題 連續兩個禮拜 周董都從未來的手裡開轟了 這一發陽春拳雷打 也是周思琦今年球季的第六轟 連續兩場比賽 都有拳打的表現啊 這些球員他都有一個生命週期嘛 那那個角色的轉換 或者是角色扮演都會 都會有一點 改變跟轉換嘛 所以我會把它當作是一個 自活的訓練 然後再從中去 攝取一些訓練的養分嘛 那過程當中就是把那些 訓練的狀況 跟我之前在先發的狀況 做一些調整 然後在每個半局 就是都會去做熱身跟訓練 然後來做準備 把帶打啊 或者是後面上去的一個時候 的 當然到最後 後半段都會那個嘛 比較刺激啊 所以在這個時候更要沉穩一點嘛 那 目前我們還是第一名啊 所以 就照著我們既有 跟一貫的方式 跟腳步來慢慢這樣子走 然後剩下的實戰場 把它慢慢的 逐步的把它達成 把每一個 工作崗位跟你的角色把它扮演好 我覺得應該就OK了